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我是世界的光 包括光明的生活和选择黑暗 第三 我是复活和生命 包括低撒路的复活 我们先去看 我是生命的良 那将要来的先知 让福音六章十四节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以丽莎使大脈饼增倍 但无人认为他就是那将要来的先知 为什么群众在增病的神迹之后 把耶稣和摩西所宣布的先知 即是尼赛亚 联系喺起呢? 摩西 他在御节 带领以诗人出埃及 他上了西礼山 以诗人受到口言 他用玛拿挥养他们 他命令收集玛拿 他领导以诗人的十二个支派 和他宣布了先知的到来 好 我们比较一下耶稣 在御节间了 他上了山上 他测试肥力 他屎饼差多 他命令收集正下的饼 收集了十二个男子 他们认耶稣是先知 接下来看 从天上降下的梁 让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因为上帝的梁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次生命吸启计的 众人把耶稣看作是将他们 从罗马解放出来的完美领袖 他们为养军队 医治他们的伤口 但耶稣拒绝加冕怀王 第二天 当耶稣再次遇见众人的时候 他清楚地跟他们说话 他不想只是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 他来是要赐给他们永生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梁 通过这个表达 和其他类似的表达 耶稣将自己说成上帝 即是和摩西面对面交谈的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门 我是好木人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道路 我是真葡萄树 即是说到 我是世界的光 光明的生活 药库福音九章三节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我们病了是因为犯了罪吗? 我们的孩子会因为我们的罪而生病吗? 这些是当耶稣提醒门徒注意一个生来黑眼的人的时候 他们心中的问题 罪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在不时代医治疼子的时候就很清楚了 然而这种疾病 像很多其他影响我们的疾病一样 起源不同 与我们周围的罪有关 但与任何人或父母的罪无关 耶稣通过一个让人想起创造的行为 通过让这个盟人看得见来照亮他的生命 在奇迹之后 约翰告诉我们他的后果 客子相信耶稣就是被猜献的那一位 而法尼赛人却拒绝耶稣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但是一个有罪的人 怎样有可能行这些神迹呢? 就为选择黑眼 约福音9章29节 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在行神迹之前 耶稣曾宣告说 当我在世上时 我就是世界的光 我们是对比一下盟人和法尼赛人的景况 盟人在灵性上越来越好 他知道耶稣是圣洁的 他知道耶稣来 是要给他光 他肯定对耶稣有信心 而法尼赛人 他们在宿灵上是迷失的 他们相信耶稣是个罪人 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来 他们拒绝相信耶稣 并驱逐罪人 耶稣是照亮每个人 并引导他们走向旧熟的光 但是不幸的是 有些人宁愿生活在黑暗中 拒绝救恩 法尼赛人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面前有证据 证明有人生来黑眼 现在看见了 但是尽管有所有的证据 他们仍然坚决拒绝光明 接下来的题目 我是復活和生命 埃萨路的復活 让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復活 让福音十一章 充满悲伤和泪水 但是就好像生来黑眼的人一样 上帝把这一切的邪恶 变成他自己得到荣耀的理由 艾老的女儿 和拿婴寡妇的儿子 在死后不久就復活了 然而 拉萨路已经开始腐难 每个人都认为 耶稣不可能使他復活 各位使刚刚去世的人復活 和使已经死了五千人的人 復活有什么区别呢? 对耶稣来说 是没有区别的 他是復活和生命 一切都将因他的声音的力量而復活 何悲的是 有些人认为耶稣死了 比始于生命更好 但其他人相信了 有一日他们会 和我们一起復活 获得永生 在教会证言 伟论说 工人们会遇到很多人 他们心里肛硬 不肯相信上帝的灵 但是他们也会遇见 许多渴求生命之良的人 他们接受信息之后 会出去试下真理的种子 如你我们都渴求生命之良 在耶稣里面 得着丰盛的生命 好了 我们今课计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